大头码头 大头码头是在民国时期 是军用机场 然后是我们所谓的水上的飞机 第一台飞机在那里起飞降落 六十年代经过科运码头的一个改造 成为它是我们全国最大的科运码头 图片上看得到的情况下面 其实就是我们1960年建成的科运站 在水路交通比较发达 路路交通没那么发达的情况下面 当中的一个情况 像这时候我们就非常极具代表性 我们统称它以前叫做大水鱼 它以前就是科运量大 已经退出了我们这个历史舞台 到我们现在最全新的这种 注入文化多功能 包括清洁能源 这么一个新型的一个游船 这个船的发展是在不断满足 我们城市市民的出行需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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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